从一座岛飘洋过海到另一座岛 人生的新篇章就此起航 我姓阮叫绵 他们叫阮绵绵 最佳戏人奖得主是刘子炫 感谢二十五岁的你 带着勇气离乡背景 开启这一段未知的精彩 然而并非每一次的付出 都能收获喝彩 是每一件事情都能随心随入 跟我一起深呼吸 马不停替的拍戏 反而深陷于忙碌的漩涡之中 迷失的时候 记得放满脚步 找回内心的热忱 就会看清自己 向往的远方 虽然步伐慢了 但每一步都更坚定 更充实 认真钻研 百分百投入 为每个角色赋予丰富的生命力 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去 就对了 恭喜刘子炫 刘子炫 恭喜 谢谢你 一辈子很强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容易 谢谢你 二十年 初心不变 演戏 就是我这辈子 最绚丽的梦想 第十年 最终的梦想 还有 李改定 你看 到底有什么 你生日的梦想 我这辈子 今天 我的辈子 我再看 你讨厌那些欺骗别人的人 我这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你在叫我晒满 我拿一桶晒给你吃 怎么会这样的 我的头发怎么会这样的 我不要 当时误导误撞进入演艺圈 作为演员 我有机会尝试不一样的人生 让我印象深刻的 其中几部有《阳光列车》 因为当时这部戏非常受欢迎 也让我获取了很多支持者 还有一部就是《大罗大鼓》 我有机会尝试演经剧 所以慢慢地开始喜欢上演戏 从以前到现在 我一直会想诠释好 每个角色和故事 希望能让观众深入其中 会被我牵动 也会记得我 郭书贤 《红星大奖》最受欢迎女艺人 郭书贤 郭书贤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红星大奖》最受欢迎女艺人 除了演戏之外 我也去台湾发片 也拍了几部电影 我也碰过很多钉子 这整个段经历 让我成长了很多 这些年一路走来 我受不住 现在这个眼泪是代表开心 没有想过自己会坚持这么久 很开心 终于毕业了 我的完美 谢谢 谢谢 让我们掌声欢迎超级红星 刘子炫 郭书贤 每一位成功的红星 背后呢都有一群 不离不弃的支持者 炫迷宫 Jazzify 还有抒情画意 Enchanted Energy的粉丝朋友们 你们的女神 荣耀上位了 现在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两位颁奖嘉宾 2023年超级红星 林惠玲 陈凤玲 由他们颁奖给今年的超级红星 首先请惠玲给子炫颁奖 子炫2004年出道这个讲座 可以说是她入行20周年的一份 特别的礼物 接下来请陈凤玲 颁奖给郭书贤 书贤参加才华出道至今31年 今晚获搬这个殊荣 绝对是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好 再次掌声谢谢我们两位颁奖人 谢谢惠玲 凤玲 我们首先请子炫发表感言 可以享受这份荣耀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我觉得我可以站在这里 绝对是非常多人的功劳 我要谢谢新传媒给我很多机会 谢谢华恩国际音乐 我老板于飞 谢谢你的付出 我并肩作战的好同事 刘欣慧 我们终于毕业了 还有我要谢谢每一位带领过我的同事们 我的成长阶段绝对少不了你们 谢谢我的魔术团队 这是我最强的避风港 还有我的好朋友 主音Cindy 嘉宁 黄丽玲 菲娜 陪我走过了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 还有我的人生中的导师 Steve Dill 谢谢你 You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me 还有我像家人一样的炫米宫 谢谢你们 这么多年以来风雨同路 还有最后最后 我要谢谢每一位跟我合作过的演员 还有舞台背后的一些幕后英雄们 谢谢你们在我这二十年来的路程 启发了我 为我点了灯 接下来我希望我可以为后辈们点灯 让演艺这条路不黑暗 不孤独 加油 谢谢紫胜 我们请舒贤发表大家的感言 如果用戏剧来形容我的演艺生涯 我觉得就像一部跌宕的爽文剧 剧情酸甜苦辣 还蛮精彩的 走过这些年 我尝试了很多 但我从不觉得很辛苦 因为每一段经历 让我成长与进步 造就了今天的我 当然 我要感谢帮助我的人 谢谢媒体和商家 谢谢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 也要谢谢 今年红星大奖 幕后我工作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的粉丝 舒秦华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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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喜欢我的观众朋友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我的演艺道路不寂寞 今天才能登上神台 完成我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未来 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 我都会坚持出戏 也会用心对待每一个角色 希望能在不同的领域发展 继续书写属于我的人生篇章 谢谢 谢谢大家